尾士牌汽车现在也有进阶复古版 变成了300cc的重型机车 而今天上午这些尾士牌重型机车 就相约一起来骑乘高架道路 独家带你来看壮观的场面 将近100台的尾士牌一起出发 在台北街头呼啸而过 非常拉风 这款的尾士牌可不是你记忆中的白铁机车 都是300cc的重型车 全部挂上黄牌 可以骑乘高架道路 而且每一台都是经典复古版 最主要外观上就是 它的大灯是在前土竹上面 因为Vespa到了60年代之后 大灯都移到龙头上面 那最让人家喜欢的就是它的 双人座的马鞍椅 这是从以前到现在 Vespa不管老车新车 它算是一个指标性的一个配件 每一台的尾士牌都是车主的宝贝 价格都不便宜 所以台湾骑乘的人并不多 这次能够以车会友 大家都很兴奋 大家都说Vespa算是骑帅不骑快的 所以说我们是不必要车 我们单纯享受骑车的乐趣这样子 那当然就是说也想要享受一下黄牌的路权 骑帅不骑快 这就是Vespa 在车队当中还有夫妻情侣党一起享受奔驰快感 很特别因为可以看到不同的车 而且大家的造型都有各自的风格 对啊 所以很兴奋 对啊 对觉得这种活动不错 下次可以再来参加 没有那么多300这样一起 之前都有穿插 都有白牌的 对啊 所以刚刚上高架桥的那种感觉怎么样 很爽快 高架道路骑乘活动只有短短的30分钟 大家都感觉不过瘾 毕竟要聚在一起不容易 大家都很珍惜这一次的聚会 东西文军看陈英卫在台北报道